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吧 我来看你了 你这人怎么 爸爸 爸爸 你怎么回事 你这种客气吧 怎么可能呢 没事吧你 我想跟我吧 我给你一下 你等等 哎呀 干嘛呀 谁的妙呀 失去爸爸之后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没想到三年后 我还能见到这张熟悉的脸 这 这怎么来酒吧了呀 哎 又是这个酒吧 我怎么这么傻呀 他不可能是爸爸 爸爸已经走了 哎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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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哎 什么情况 干什么呢 滚蛋 谁呀 再不滚蛋我报警了 小子 有种 啊 哎 大叔 你也喜欢蹦爹啊 蹦个屁 跟我走 哎 哎 你经常去酒吧吗 嗯 也不算经常吧 一周去个四五回 你这个年纪 不是应该还在上学吗 上学 上学有什么用 当饭吃吗 那你怎么生活啊 你父母在哪呢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在哪不能够饭吃 别以为你请我吃个汉堡 就对我多安慰啊 我都吃这套了 给 这我名片 有事情可以找我 哟 总经理呢 对不起了 我们的缘分 就到这个饭这儿了 我要走了 拜拜 遇到了一个长得很像巴巴的人 但他到底不是巴巴 董哥 董哥 我跟你说个事儿 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董哥 你听明白没有啊 苦啊 可能也怪我啊 你最近 是不是太累了 这样啊 你休息几天出去放送 不是 我真没骗你 他真的和巴巴长得一模一样啊 不是 巴总走了我们都很难过 但是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你 你要不正坐起来啊 可是我真的看见 喂 喂 你在哪儿 干什么呢 手放开 大叔大叔 他有我 怎么又是你啊 真是冤家路窄啊 怎么回事儿 你来一下 我把他车刮了 他非要给我两千块钱 我没带 交给我吧 两千是吧 行 算一小子有肿 没事我先走 你没事儿吧 他是你什么人啊 我哪儿知道 最小心把他车刮了 看我一小姑娘好欺负呗 就要捂了我 呃 你不是把我名片扔了吗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本姑娘天生 过目不忘 是吗 那你这么聪明的姑娘 怎么也会被人额钱呀 钱是我欠他的 他老缠着我 我也是没办法才找你的 钱我会还你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绣毛冰巴 抖晕 爸爸好像回来了 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罢了 我就知道 不该给你打电话 我又不是找你要钱的 你担心什么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本姑娘又不是没见过世面 区区两千大洋 根本没放在心上 那可不是嘛 你有那过目不忘的本事 在哪儿不能安身立命呀 你少跟我评 本姑娘虽然天生丽质 但你这条件也不差呀 身边姑娘应该不少吧 干嘛 对我这么伤心呀 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 我成年了 干什么都行了 不违法 是吗 那我们去酒店 是 两千块钱吗 哇 好大的床啊 好舒服啊 你就这么和我来酒店 不害怕吗 有什么好怕的 你还能吃了我呀 你知道吗 你很像一个人 你也很像一个人 你这要太老土了好吧 你 想听一个故事吗 说吧 以前 我有一个女朋友 以前 我有一个女朋友 你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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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你打金毛海 哎呀 是啊 我需要喝点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啊 所以 我把你带到这儿来 就是想证实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爸爸 看来真的不是 我走了 你好好休息吧 晚上把这个女孩 带到酒店试探一下 果然她不是爸爸 大叔 我是爸爸 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而已 这几天谢谢你了 这几天谢谢你了 让我又见了她一面 你们男人真是一个奇怪的狗 喂 董哥 胡总 干嘛呢 先喝点酒 老地方等你啊 行 我这就回去 我有事先走了 喂 别把我一个人弄在这儿 董哥 胡总 你这 我前两天刚说完你个人问题 四十块 呃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怎么好意思看呢 八 八走 这 这 看清了吗这回 看清了 看清了吃饭吧 像是像 谢谢了 这终究不是 你说 我长下单前酒吧 你怎么知道 不是 这你都跟她说 唉 也是缘分一场 说了 你这朋友不仅吃得多 跑得还挺快 哈哈 他公司有事 先回去了 大叔 嗯 嗯 什么梦啊 装照男朋友 当然 有偿使用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 这回长得很像巴巴的巴巴 居然想让我假装他能朋友 当然 有偿使用 只不过心里好像总有个声音告诉我 该来你住个地方看看 唉 算了 反正你别想假气之乐就是 你以为我想啊 是 我下午去见个人 你自由活动吧 钥匙在鞋棍里 哇 这就是你前鸟吧 长得还真挺漂亮 你说还真挺香 你拿过 我警告你啊 不要再乱动我的东西 你要再敢乱动他的东西 你就给我出去 你怎么了 你别饿我啊 我没有碰你 我胸口又痛 你扶我一下 怎么样了 来 起来喝杯水 喝了你的水好多了 能这么说 说明你是真的都好了 走吧 我带你去医院 大叔 嗯 不至于这么认真吧 我从小就这样 一紧张就胸口疼 哎 我又没凶你 你紧张什么 不知道 可能是你离我太近了 啊 哦 你出去 你笑什么 想不到你还会害羞啊 我和你就像蓝蓝的甜点 今天 我来见一位老朋友 好 哦主管 哦 这么长时间没见 你也不说回来看看 最近怎么样 说来话长 快三年了 八走 走了 你也 博文也 文哥最近到底怎么样啊 我也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他 他的病好点没啊 文哥的病 有点严重啊 怎么严重了 需要多少钱 不是钱的事 是需要时间 当初之所以没找你们 是因为他还不严重 想着治好就回来 可是现在 他越来越严重 我也习惯他这样 那大夫怎么说啊 大夫说 哎 那是谁 别躲了出来 你为什么跟踪我啊 谁跟踪你啊 我喝咖啡不行啊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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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没有没有 他只是长得比较像爸爸而已 我前两天碰到的 哎 你就是小 你怎么知道我面前 你再提我了 我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忘了 你上次跟我讲前 你有故事的时候说的 啊 好像吧 那我们也别浪费时间了 好 奥主管你直接带我去到文哥吧 行走吧 哎 不对啊 我之前讲故事的时候 根本没有提到奥主管啊 那他是怎么 昨天见了奥主管 但是巴巴的反应 让我有点摸不到头脑 结果去看文哥的途中 又出现意外 走 走 带你找你文哥去 走 等一下 你好啊 帮我朋友急事赶紧回来 行 没问题 我马上回去 没事 你先去吧 忙忙来找我 行那我先走了 走我跟你一起吧 嗯 走吧那就 董哥董哥怎么了 哎呀 吴总你可算回 那不公司有五十万的账对不上 明天股东都来 这个怎么办呢 别着急 我们再对一下 想不到一勾财生 连这点账都搞不定 这又不是我专业 说得好像你很懂一样 把其他账水都给我 来来来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来来来 好了 怎么就好了 你们分公司上个月的流水 其实是九百六十万 但是账单只有九百一十万 而出货表 却有九百七十万的货出货 所以一定有老客户只打的订金 但没点凭证 哦 我想起来了 月出的时候老张的订单 我还送他十万块钱货呢 哎 哎 你不是说你没上过学吗 你怎么会这些啊 是啊 我说过 本姑娘天生过目不忘 哎 哎 这样对上来就行了 是是是 对上就行了 哎 等等 他怎么知道我们这是分公司 是啊 他是谁 这个跟爸爸很像的人 我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 所以找他谈一谈 我问你个问题 怎么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是跟你做过自我介绍吗 怎么了你 你跟爸爸到底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长得像 名字恰巧一样 如此巧合而已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但是 关于我的事 你好像都很了解啊 毕竟认识这么久了 你又跟我说那么多以前的事 了解一些很正常 但是我对你一无所知啊 你想了解我啊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不过 你可以把我当成你前女友 你不是她 但还是谢谢你这么多天 对我的帮助 没关系啊 你可以把我当成她 我不介意 我们逗逗风吧 爸爸你干嘛呢 没鸽子啊 你看他们好可爱 以后我们也养这么多鸽子好不好 我们可养不了这么多 给你养只狗还差不多 再说你再来 好啊好来了 爸爸 豆豆 谁叫我 爸爸 你是爸爸 你干嘛 你弄疼我了 刚才是你叫我了吗 没有啊 你是 我想你前女友了吧 不可能 明明听到人叫我了 你如果实在想她的话 就把我当成她吧 我都想回到那个夏天 我听到爸爸在叫我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眼前这个人 哎 你怎么不走了 这是哪儿啊 医院啊 去看文哥 上次就是要来了 你先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你在这儿站着干嘛呀 我不想去医院 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去嘛 你不已经到这儿了吗 走走走走走 走吧 哎你怎么又不在外边吃东西 不进去啊 嗯 我没吃完呢 干什么 小胡来看你呢 小胡 哎 这个 哎 怎么了 你多好 我 我现在很危险 啊 有人要来了 他们要打你 我 你啊 别玩了 小胡来看你啊 我知道 不过小胡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人保护你了 哎 你很危险 哎 那大夫怎么说啊 二十四海默准 不是 怎么可能文哥那么年轻 所以比较罕见 大夫说了解也比较困难 主要要看他自身又恢复情况 哎 你在这儿干嘛 哦 我看你们好了没 啊 好了好了 继续走吧 哎小胡 哎 我心里找了个好茶 来来咱一场呢 啊 哎 哎 哎 来医院看文哥 但是文哥好像很害怕巴巴的样子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 等等 你别走 刚才文哥碰见你的时候为什么 哎小胡 你早上过来还没吃饭吗 要不然我先去吃午饭 我请考 对啊大叔 我都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好吧 那我们出去说 来先吃饭吧来 大叔 来块肉 认识这么久了 我还没给你个称呼 我就叫你小巴 你想叫我什么都行 反正我就叫你大叔 哎那个你们先吃着 我先把饭给伯仁送过去 等会再来找你们哈 那你慢点 现在能说了吗 说什么 关于你的一切都要说 你就把我当成千里有罪行吗 这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我跟他长的一样 声音一样 甚至穿的都一样 我跟他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就是你不是他 诶 门可 胡逗逗 想知道真相 来黄龙溪找我 你说吧 还渐渐放下回头更远 是时候揭晓小巴的身份了 我要来黄龙溪找他 到底在哪儿呢 到底在不在这儿呢 诶 你果然在这儿 你果然知道我在这儿 快说吧 瞒了我这么久 总该告诉我真相了吧 诶 你干嘛去啊 唉 还记得这儿吗 记得啊 以前我和爸爸来过 那你知道他每个月 都会给他乡下的亲妹妹写信 真相你和她的故事吗 呃 那你是 至于她妹妹为什么会在乡下 是因为她是一个普遍权利的人 天天性心脏病 让她只能在乡下休养 那然后呢 后来的事呢 我来告诉你 哦主管 文可你没病啊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们 后来的意外 爸爸离开了我 爸爸的心脏 一直给了她的妹妹 奇怪的是 她继承了你和爸爸在一起 所有的记录 嗯 也就成就了现在的爸爸 那 那你们一切都知道 那文可你的病也是假的啦 嗯 小佛 我们想念巴总 也很珍惜这个心 这是巴总的心 也是爱你的心啊 否则小巴怎么可能 这么快就对你有感觉 他和爸爸一样爱你 他没有告诉你是怕你不接受 他怕你拒绝他你懂吗 我怎么哎人呢还不快追 哎 你还记得这座墙吗 爸爸我记得 你别我带动了 你 你 你 有